那今天讲座就讲的是 为什么学好Pre-Algebra 是建立学习自信的第一步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刚刚介绍的一半 我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然后是Think Academy Pre-A的负责人 也是小生初的升学专家 如果家长们有对小生初的升学问题 或者六年级的一些竞赛规划 甚至五年级的竞赛规划 有问题的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来私聊我 嗯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问题 就是刚刚进入到初中 看看小朋友们家长们 是否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个就是 初中的科目突然变得太多了 根本过不过来怎么办 还有就是小朋友在这个阶段 到了青春期了 根本不想听家长的 怎么去面对这样 有逆反心理的孩子 怎么去推进他们学习 还有个问题就是 小朋友确实是推一步才走一步 不然就不会自己学 不会自己去做作业 不会自己去做额外的题目 怎么办 包括五升六之后 五升六有跳级考试嘛 五升六之后 怕数学学习不扎实 如果在六升期又有跳级考试的时候 该如何去面对 包括有一个非常common的question 就是超前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那今天的讲座也会给大家去解答这些问题 嗯 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讲座内容 就是在这个中学的第一学期 其实数学的分数领已经出现了 那在这个换到新环境 整个中学的学习压力增加 该如何调整 还有就是在小深处的 在小深处的衔接阶段 如何去挖掘孩子们的 不管是数学 还是说理科方面的潜力 最后一个就是 我已经看到很多家长在私信我问的 如何推动青春期的孩子进行自主学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小深处的第一个学期 数学的分数领已经出现 其实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看看孩子们在小深处的第一个学期 正在跨越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说跨越一些什么样的考 那第一点就是非常明显的 知识维度上面 小学和中学的数学学习的特点 天差地别 嗯 啊 其实可以从这样的图上看到 小学和中学 其实学习的整个体系 都是不太一样的 小学的时候 我们学计算的时候就计算 学几何的时候就是学几何 然后 整个涉及的知识点不算太多 属于是把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 单个让小朋友们去记下来 这样就够了 学几何的时候是给到孩子一些公式嘛 那到了中学 可以看到整个知识体系 非常非常的杂 并且 要告诉大家就是初中到高中的体系 是一脉相成的 所以看到整个非常庞大 并且关联性极强 我们可以细致的看一下 整个初中知识数图的几个部分 像我们Pray的话 其实是从最下面这个计算 实数的计算开始入手的 然后现在我们秋季孩子可能已经学到 大树式了 大树式包括之前的方程大帅的方程 我们这方面的知识点比较牢固 才可以去进行到下一步的不等式 结不等式 包括之后有多个位置数的不等式 再到之后的 Algebra 1的函数的学习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并且在这个时候难度也是抖增的 所以在孩子的这个时候 就需要系统的去建立起 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并且建立起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 那对知识点的理解 其实从小学到初中也有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小学的几何学习当中 学几何是怎么学 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教一个小学的孩子 勾股定理去记住勾股定理 我们是给他三个直角三角形 让他去发现三条直角 三条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最后给出直接给出一个结论 给出一个公式 让孩子们去到别的题目里去运用 对不对 那到了中学的话 其实我们课上就会发现 我们更偏向于整个严谨细致的推导 与证明 利用竖形结合的方式 让孩子去理解构定理 为什么A方加B方等C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有了这样的推导和证明 我们其实就更需要 有更好的整个学习习惯 去支撑整个知识维度的变化 那家长们可能也知道 就是小学的一些题目 比如说整数的简单运算之类的 那心算就可能算对 小学就没有 很多孩子就没有这样一个写过程的习惯 也是很多家长头疼的 但是到了中学内容 开始有比如说小数运算 分数运算 甚至有大量的化减 还有约分的步骤 还有字母的运算 需要孩子们大量的去运用一些运算法则 那这里最需要孩子们去做的就是 不能跳步 如果一旦跳步的话 就会导致正确率骤降 所以说 有些家长就想问 在这个 就是题目变难 信息量变大 然后运算量抖增的情况下 学习习惯该怎么去培养 我也看到有很多家长留言说 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OK 那这边就看 如何让孩子拥有比较好的学习习惯 我们上课的时候 其实是会给孩子去展示老师的作体步骤 那我也非常建议家长们去做这个 就是让孩子从抄笔记开始 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那让孩子看到在老师的带领下 孩子们把这个笔记抄下来 是可以抄得非常工整 非常漂亮的 像右边的小朋友们的笔记一样 那还有包括像做应用题的时候 孩子们其实一开始对文字的感知是非常少的 那应用题有些直接给答案就会错误率非常高了 但是孩子如果有个非常好的示范 像左边这样 把文字变成一个图像 在图画上找到等量关系 列队方程 就完全就可以做到之后的方程去解一切的应用题 那么从整个抄笔记到 从模仿到超越 不是说从模仿到创造 就是小朋友去经历的一个培养学习习惯 拥有好的学习习惯的一个过程 除了在知识维度方面 其实在环境维度 小学和中学的学习进度和目标也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一般在美国的公立学校 从K到八年级 如果是跟着美国的这个数学学习的这个叫体系的标准制度 叫common call 那common call是规划好了每个数学学习内容的过程 包括谁先谁后啊 每一年要学什么 而绝大多数的公立小学是没有明显的数学分层的 那这样一个进度的话 家长可能有过这样一个感知 就是一年级的时候 孩子要求做到了就是二十以内的加减法 那五六年级 甚至如果是慢班的话 六年级只要求孩子们去做到小数啊 分数的运算 这一类的非常非常基础的内容 而我们看一下到了中学 到了中学会发生什么 就是到了中学 绝大多数的学区的学校都会从一体式的教学 到了分层教学 那图片上 这个图片上是Piloto学区 在五升六的时候 就会有placement test 就分成两个块门班 那继续往后走 到了高中之前 其实分层 像八到九年级的时候 分层会更细 那同样的还有 其实我这边就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加州的三谷 还有这个西雅图 其实不止这些 我曾经是有过调研 SINK的再读学员 有通过分班测进入到最快输学学区进度的学区 可以看到全美 跨越全美27个州 400多的孩子都给我提交了 就是他们的学区都是有分班的 如果有家长 也可以截个图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您的小朋友在的学区 您的小朋友的学区 有没有这样一个分班测 去有一个traditional track和快班的学习路径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公校的traditional track和快班的学习路径 有什么样的差别 从小学开始的话 一般就是common code math 一到五 我知道有些天才班 比如说纽约那边的 大概也就是超前学一年 这样子 那到中学 其实prealgebra就是快班的 在中学的第一门数学课 我看到讲座报名 有很多家长留言说 不了解prealgebra是对标math几 他说孩子现在在学math7 不知道是不是prealgebra 还是algebra1 那我们可以这样对标来看 prealgebra其实就是common code math7到8的内容 也就是公校了两年的内容 甚至还涵盖一些前面的common code 6的内容 那同时这也是对标amc8考的指示点了 那这样对比看的话 在中学的数学学习分层明显 并且开始细化的前提下 如果比如说快班的六年级 学到prealgebra 比慢班在第一年就领先了至少两年 对不对 对未来的学习 其实有着非常非常长远的影响 甚至也会影响到后面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到AP 所以说在prealgebra这个阶段 是处于小生初后的最关键的一个阶段 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到六年级就学prealgebra 那一步领先 在整个中学乃至高中的学习 都可以做到步步领先 也就像我刚刚说的 甚至可以给AP去留下非常充足的准备时间 那除此之外呢 从小学进入初中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需要关注的学科科目增多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左边美国tipico的孩子小学和初中的一个课程对比 可以看到到了中学的课程 整个学科的科目是变多的 而且分支也逐渐细化 像有些学校 这其实是我copy the basis的六年级的一个课表 就是他们物理化学生物会分成单独的课程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了初中 打好数学的基础就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化学的学习 未来会学到配评 那这就是建立在数学的方程基础上的 以及比如说科学的比例模型 就需要孩子在prealgebra的时候 把比和比例学好 把比和比例掌握好 包括下面的这些 比如科学技术法 其实我们在暑假的这个指数运算 这一章节就带着孩子们去认知了 等等等等 我们就会发现数学的基础 如果是扎实的话 理科学习是事半功倍的 那所有的理科 其实都离不开数学的思维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说到的孩子们正在快乐考试 第一个就是 整个知识维度的变化 那从小学的模块化 一个一个知识点不太多 然后联系也不太紧密 到了中学的体系化 那思维模式方面 从只要知道是什么 要知道这个 到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学的学习习惯是越来越重要了 那外部环境来看的话 整个小学到中学教学进度 从一体式的教学到了分层的教学 并且学习目标从单科数学 到了多科目 在这个时候 就是打好数学基础 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样的两大坎面前 我们如何帮助去跨越 这小生初后的两大变化 在这关键绝点 其实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就是 去培养孩子的这样一个自驱力 自驱力 我们其实家长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越大 家长在学习的影响上就越小 这也是一个青春期的特点 就是青春期从孩子们从听家长的话 到逐渐有自己的一个意识 逐渐有自己的一个主观 一直和选择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件事是 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也想问问各位家长 就是在之前跟小朋友的交流当中 大家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比如说 第一个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这个作业 你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 第二个就是 你还小 所以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跟别人家的孩子 进行一个比较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也应该怎么样 那在孩子青春期的阶段呢 小朋友拥有了自己的主观选择 他们就想要进行自己选择 对不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一件事 是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去对孩子们 进行一个正向的引导 这也是老师带孩子们去做的 其实我也是带来了一些案例 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是一个暑假接触到我的小朋友 那他的爸爸妈妈的 对孩子的期望 就是可以在明年一月份 其实也不远了 去备考MC8 那暑假到一月份 这当中的时间 也是只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那孩子第一次在我们这边做的评估测试 是100分 拿了55分 可以看到计算方面 错误率是很高的 Cutline Leakline 是有20分的差距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有分班的嘛 有一个偏基础的班型 有一个偏 经济拓展的班型 那这个小朋友最后是进入到了 我们的一个advanced的班型 去进行上课 那我们我们也可以看看 这小朋友到底是数学就是练不会 还是说他有一些别的原因 那第一节课后我就发现了孩子其实是不愿意写步骤 导致之前不管是评估测试还是相对数学正确率比较低 那第一节课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重视这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每道题去把步骤写下来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去强调做题步骤 包括课后也跟家长还有小朋友去强调做题步骤 合计上课笔记 那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只要孩子写步骤了 我们就不断的表扬 带着他去纠正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 那最后小朋友是在一个暑假就打捞基础 在秋季前通过了分班测升到了ONUSBAN ONUSBAN就是一个专门针对AMC8被考的一个prealgebra班型 那孩子就是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暑假 就拥有了去备战AMC8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秋季之后 孩子的正确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拥有了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 竞赛题也是可以拿下的 然后可以保障基础和竞赛的两手抓 那我们的课程也是带着孩子们去引导他们去攻克难题 不要有为难的心态 从基础的这个概念入手 再到拿下简单题 再到难题好像我也可以最后进行巩固再总结 最后再到难题竞赛题我们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小朋友的变化 这位小朋友其实现在也在我的班级 那这个小朋友呢之前和妈妈聊的时候 他说孩子之前是没有什么 对数学没有什么自信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可以看到小朋友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就慢慢的就展现出了悲笑 然后对数学呢也逐渐的非常有自信了 我们也可以看看后来 他到底是怎么去overcome这个比较为难 然后去甚至去制定新的学习目标的 ok 那小朋友就是从一个对数学没有自信 并且自信心并且没有什么热情的情况下 在自我意识建立的关键时机 去被激励到逐渐开始有自取利 然后有一个成功的事件 就是他通过了学区的placement test 然后他慢慢的就建立起了学习的自信 到了I'm good at math 我觉得我可以甚至开始给自己制定一些新的学习目标 比如说我要去考竞赛 我要去争明年AMC8的奖项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整个就是从家长推 从家长推到一个到我们这边来上一个课 我们想要去过一个placement test 我们想要去把这个数学难关过去 到了孩子现在逐渐开始自推 那作为老师 我在这些孩子的变化过程当中 有做过哪些比较有效的事情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家长们现在也可以做的 第一步我做的就是 我非常喜欢走进孩子的圈子 去了解他们的包括玩伴爱好偶像 然后从孩子的角度去激励他们 建立一个比较平等的沟通方式 可以看到这旁边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学习论坛 那我如果有一道非常好的几何题 想要去孩子想要让孩子们去完成 我不会跟孩子说这道题你应该完成这道题非常好 孩子是没有这样一个认知的 我会跟小朋友们说 help 我有一道几何题 我不会做 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帮助我 那可以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就在下面留言 然后跟Doria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怎么做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说什么什么比较难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 去建立这样一个平等的沟通方式 让孩子们去激励他们不管是做题 还是说去指定一个新的学习目标 那包括课堂上 我们也会有比较好玩的机制 去让孩子们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在课堂上其实我们不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教孩子们知识点 我们让孩子们去进行 有一个队伍 然后老师们 像我们的VIP老师们有一个队伍 我们跟小朋友们去进行battle 让小朋友们就是他们如果有快速的可以达出 正确的达出题目 就可以获得金币奖励 那说到金币奖励 这就说到了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课堂上包括课后的一些奖励机制 应该有小朋友 应该有家长目前在群里面跟着 Dorea老师前两个礼拜正在一起打卡 那我们每次的打卡题都有设置这样的金币奖励 让孩子知道完成一件事情 目前在小学阶段完成一件事情 完成一个学习方面的事情 是可以得到一些奖励机制的 包括我们课上的各种互动习题 选择题 作业提交 都会有大量的金币奖励 并且在孩子们做对的每一道题 都进行大力的表扬 不吝啬任何夸奖 让孩子有一个这样的成就感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学习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课堂上做的是 我们会每节课都有一个作业表扬宝 去表扬安时提交作业 并且完成的不错的孩子们 那在课后呢也是进行鼓励 那比如说孩子们的能力 目前基础题已经完全拿下了 是完全可以去完成AMC8竞赛题的 包括课后的report 也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们 若言可见每节课的进步 那这些动作有没有效呢 可以看一看真实的这个上课数据 就是孩子们可能从前两节课 刚刚学习数学的时候 对数学的继续性是比较弱的 也从不主动volunteer 对数学没有什么学习热情 到了后面的课程 非常积极的发言 包括百分百的提交习题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些正确率也是非常高的 90加 那我们其实可以总结一下 怎么去在PREA这个小生出后的 第一个阶段去培养自己去立 一个就是走进孩子的圈子 了解他们的想法 去进行换位思考 并且支持他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奖励制度 去建立一个比较正向的榜样 从也可以是 比如说从一个比较好的笔记 让孩子去抄笔记 到自己创造笔记 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去明飞整个是非标准 包括有些奖励的机制 去积极暗示 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动力 最后就是要设定一个 可以衡量的学习目标 当然是要建立在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上 孩子喜欢什么 去给他建立一个这样的学习目标 去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去提升兴趣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建立在一个非常平等的沟通方式 去进行正向的引导 OK 那其实中学的第一学期呢 Sync会在帮助孩子培养自虚力的方面 去帮助的孩子 并且应对这样从小学到中学的断崖式的学业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最早有四月份 三月份开始 我们就有周周有练习 月月有检测 从可能是从五年级 五年级春季的 春季期末的打卡题 到了小生出衔接的打卡题 然后暑假的时候 我们有给孩子们发到暑假作业 暑假作业的免费打卡题 再到前段时间方程大赛的赛前冲刺打卡题 再到上周 这周 秋季开学的打卡题 我们每周都给孩子们全新的练习 让他们在每周都有这样的练习的机会 有家长问我 学完Pre-Algebra 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考好AMC8 那跟家长说的就是 AMC8它考察的一方面就是Pre-Algebra的知识点 还有一方面是竞赛拓展 其实是偏小学体系的竞赛拓展 如果说我们在五年级之前 没有接触过竞赛的话 在六生期六年级 如果要学Pre-Algebra去学好AMC8的话 就要进行 就要在Pre-A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竞赛拓展 这样才可以考好AMC8 如果说大概在校内 如果我八年级已经学完Pre-Algebra的孩子 去进行裸考 大概可以考个八九分 罗靠的话是八九分 如果说我们要拿奖 AR奖项的15分 HR奖项的大概是七八分的话 一定要有竞赛方面的拓展 基础也要 就是Pre-Algebra的基础要打得牢固 并且在这个方上面有竞赛的拓展 好的 那除了周周有练习 月月有检测之外 我们还有的就是 当然就是课程了 我们比较我们非常标准的 内容课程加上个性化的指导 我们的课程是双试模式 并且有整个的学习闭环 在课前呢会有课前的预习准备 给孩子们进行铺垫 那在课上呢有孩子 有老师的引导 去学习新的知识 进行习题的演练 课后呢我们还有Office Hour 还有Workbook 就是额外的练习题 给孩子们去答疑 那像现在我们Honest 其实还有免费的AMC8的额外习题 给到孩子 每节课的Office Hour 都会讲AMC8的额外习题 到最后就是我们VIP老师 就除了主讲老师外 还有为VIP老师去进行 整个的个性化的反馈报告 包括首批孩子们的作业 保证整个学习闭环 学习闭环实现的动作 有家长问 Middle School是从六年级开始 有些是从七年级开始 这两种学校在数学上 有什么不同 其实如果是跟着美国的 这个标准的数学学习进度的话 六年级一般就是学 Common Commerce 6 七年级就是学 Common Commerce 7 但是有些学校在 中学的时候会分班吗 那一般来说最快的 这个学区的分班测进度 大概是在六年级的时候 学到Pre-Algebra Pre-Algebra就是一年学完 Math 7-8的内容 这两种学校在教学上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美国差不多是一个 标准的数学 就是制定好的大概数学 是先学什么 后学什么 六年级会学什么 Traditional track 六年级学什么 七年级学什么 好的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 周周有练习 月月有检测的检测了 这边是我们Pre-Algebra 进度的全新的秋季的检测考 我们是设置了两个同考时间 跟之前的方程大赛差不多 就是我们线上开Zoom 然后孩子们进入到Zoom里面 我会在Chatbox里面发 考试的链接 让孩子们去进行考试 那这个摸底考的话 是完全匹配目前 Pre-Algebra的学习进度的 也是帮助孩子们去应对 这样的断崖式的学业变化 并且进行知识点的摸底 为孩子们也可以在考后 制定比较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那除此之外 还有的就是一个非常强的 考后插班大礼包 帮助孩子们去适应整个 学习节奏 插班大礼包包括些什么呢 我们Pre-A其实秋季已经上到 这周会上第六节课 然后前六节课的所有class notes 会在这个插班大礼包里给到 然后包括每节课后的 针对性练习 这个练习的话 我们的VIP老师是会针对孩子 比如说这节课上的不好 然后老师就会给到一个 对应性的练习 这样的每节课后的练习 也会给到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前面说到的 周周有练习的这个打卡题大合习 我也会给到 那这份插班大礼包就是在截止下 下周五 10月13号也就是第七节课前 插班大礼包就会给到 如果报名了prealgebra课程 插班大礼包就会给到 并且帮助孩子去适应整个学习节奏 如果说在前两周进行插班的家长 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我放在了右上角 也可以来找我领取 包括我们preA在读的孩子们 都可以来找我领取 好的 那我们最后就是 这个最重要的preA的秋季大检测 孩子们非常建议孩子们一定要来参加 并且这个大检测的话 也可以去分辨出孩子在现在这个时间段 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备考 明年一月份的AMC8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preA是有分level的 一个是advanced的 偏基础巩固的level 去带着孩子们去培养比较好的学习习惯 那另一个level就是honest level 他可能对知识点会过得更加快一点 但是整节课会 每节课都会focus onAMC8的备考 就是honest的 这个检测也可以了解孩子们的进度 或者输却能力 目前在这个时间段 比较适合哪样的班型 然后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扫码添加我右边的微信 好的 那目前讲座就是 这些内容如果家长们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chabox里面给我留言 然后我也会解答一下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这个秋季检测考就在本周六和本周日有一个时间段是适合国内的孩子好的 就是周六的每期时间下午5到6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日上午8到9点 一个小时的考试 还有个时间段是每期时间周日的下午1到2点 然后会比较适合美东和美中的孩子去考 下面这个时间段 下面这个时间段 每中的话是3到4点应该是 嗯对 每中是10月8号的3到4点 只要扫码就可以报名 然后也是在email里面 我会发到这个Zoom链接 然后孩子们进来 我会进行检考 嗯 五年级准备考AMC80报名G5合适还是preA合适 我会比较建议孩子来参加一下这个检测考 这个检测考其实 里面其实有包括20道题目 非常好的可以检测出孩子目前的学习的这个进度或者水平在哪边 嗯如果说孩子已经接触到啊一些或者比较多的preA algebra知识点的话 我会觉得preA比较合适 如果孩子目前是对小学的竞赛的知识点掌握的比较多 preA还是学的比较少的话 那就是五年级的竞赛体系课程比较合适 啊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可以先评估啊 就是这个检测考来试一下 那我等会也会把比如说美中时间 还有美东时间也放到也放到这个里面 然后做一张海报发到群里 那各位家长还有什么问题 嗯可以随时在chambox里面提问 然后我的微信也在这边 然后大家可以随时啊来找我聊一聊孩子的目前的情况呀 或者碰到的学习问题 或者有关学区的啊这个数学学进度 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来找到我 那如果 没有更多疑问的话 那今天的讲座我们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 哦为什么prealgebra很重要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啊进入中学六年级 prealgebra是啊 刚刚开头错过了 啊进入六年级 其实prealgebra是 啊数学的第一门课 嗯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 那prealgebra在快班的学习truck就是第一门课 它对标的是common code7到8的数学知识点 也就是说在数学啊到了中学分层明显细化的情况下 如果在prealgebra这一门课啊 六年级学上啊 在这最关键的时间点进行一步领先 那我们会比比如说功效的traditional traditional track快两年 至少快两年啊 更不要说之后高中的学习啊 可能会做到 一定会做到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嗯 然后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啊 amc8其实考察的就是prealgebra的知识点 加上竞赛作展 如果说在六年级的阶段 可以把prea差不多学完 那明年一月份我们是可以赶上去获得achievement role的 也就是amc8给到一个六年级下孩子可以获得的一个奖项 只要答对15题就可以获得AR奖项 嗯 所以说prea也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啊 竞赛拓展是什么意思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比如说 嗯 像 嗯 指数运算 呃 指数运算这个内容其实是prea的知识点 那我们 如果已经教会了孩子们的这些呃 指数运算的rule 比如说 二的三次方 乘以二的呃 五次方等于二的八次方 这个只是prea的一个计算方面的内容 但是到了竞赛的话 指数 会结合其他的呃 呃 比如说呃 等差数列一些的去有到一些竞赛方面的题目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孩子们在这个呃 啊一个运算的内容基础上去进行额外的竞赛拓展啊 这部分也是amc8竞赛呃 需要的 但他一定是在prea的整个基础的知识点上去进行拓展 呃 考amc8需要学algebra1吗 amc8其实呃 考的就是prea的知识点 啊 a algebra1已经是到差不多amc10的代数部分的知识点了 amc10主要考察其实是 啊 algebra1的代数部分 加上啊 高中几何也就是geometry这门课的几何部分 啊 所以说这两门课学完 是对之后再去考amc10是直观重要的 你在amc8只是cover到prea的知识点 嗯 是的 prea可以帮助孩子从算术平滑的过渡到algebra1 第一端 家长还有什么 有关比如说这个时间段的 学习问题包括学习习惯问题 都可以随时问我 OK那最后还是 再第一次 就是非常建议大家来 考一考这个全新的 Pre-AltreBer秋季的大检测 这个测试是最新的 我们目前 Pre-A再读的学员应该也没有 测过这个测试 所以说不管是新生还是再读学员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一下 好的那就谢谢大家 然后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 可以把这一页截图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讲座后继续聊一聊 好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